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十月一號的公視 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投資新聞 帶您關心 俄羅斯總統普廷 週五在克里姆林宮宣布 將二軍佔領的烏克蘭四區 正式納入俄羅斯版圖 不過美國和西方國家 都不承認這個結果 烏克蘭總統 周倫斯基隨即宣布 將向北約組織提出 部署委會申請 並要求快速成為會員國 還暗示不可能與普廷談判 江氏和另一位俄羅斯總統對話 穿過克里姆林宮聖喬治 聽的金色大門 俄羅斯總統普廷 當地時間週五下午發表演說指出 烏克蘭四個區的人民 已經做出選擇 就是透過公投加入俄羅斯聯邦 俄羅斯在二月二十四號發動侵略戰爭後 近期在烏克蘭的四個地區發起脫屋入俄公投 秦俄的政府完成計票後都宣稱選舉勝利 不過烏克蘭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形容這場公投為騙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隨即宣布 向北約組織提出入會申請 並暗指不可能與普廷談判 北約則回應大門仍然敞開 歐洲每個民主國家都有權申請加入 將由三十個盟國決定是否同意 美國總統拜登也強調會提供一百三十億美元的額外援助 幫助烏克蘭防衛和反擊 不過聯合國安理會針對這場公投想要發起譴責 並宣布為非法無效公投的決議 但遭到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動用否決權 以十票贊成一票反對下遭到否決 公視新聞這位人吳錡昌編譯 今天回到國內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遭到林秉書連續施暴 林秉書是被依傷害等罪嫌起訴 具體求刑三年 新北地院在昨天判處林秉書兩年十個月徒刑 全案人可上訴 對於這個結果林秉書的委任律師表示 不排除上訴 而高嘉瑜則表示判決過輕無法接受 一定會請檢方上訴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去年被爆出 遭到前男友林秉書多次施暴 林秉書落網後 檢方徵結全案 依傷害 妨害秘密等八大罪嫌起訴 林秉書再押八個月後 七月才以八十萬元交保 而新北地院經過八個多月的審理 三十號宣判 原先的八大罪嫌增加到十三個罪嫌 判處林秉書兩年十月有期徒刑 其中傷害罪部分 判刑八個月不得一顆罰金 由於林秉書確診 委託律師到場聽判 對於傷害罪部分就被重判八個月 律師強調當時答辯是主張林秉書 長期有去就醫 對於法官不采信的理由 還需要進一步瞭解 也強調全案不排除提起上訴 試圖卸責還用精神疾病等等的理由來脫罪 那其中最嚴重的私刑拘禁竟然無罪 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那我們也會請檢察官一定要上訴 對於一審的判刑結果 高嘉瑜強調判決過輕 完全沒有讓林秉書獲得應有的懲罰 他無法接受一定會請檢察官上訴 因為整個事件中受傷害的不只他一人 還有十幾個女性也強調 將會透過修法來保護女性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臺南殺警案引起各界關注警械 使用條例的修正草案 那麼立法院就三讀通過了 而明定遠景遇到四種情境 不用對空鳴槍可以直接開槍射擊 罹難的遠景家屬也表達支持 放寬用槍時機 修法也明定內政部要成立調查小組 釐清遠景使用槍械是否合適 為了讓警員無後顧之憂 應該提供射送輔助及諮商輔導 台南殺警案引起外界高度關切遠景用槍時機 立法院朝野黨團視為優先法案加速修法 警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在三十號三讀通過 放寬用槍時機 明定遠景遇到四種情境 包括嫌犯用知名性武器危險物品或交通工具等攻擊脅迫警察 有事實認定嫌犯持有知名性武器 意圖攻擊警察 或者意圖奪取警察人員配槍 以及其他危害警察或他人生命或身體 情況急迫時不用先對空鳴槍 能直接開槍射擊 常設性的調查小組機制 不但要納入警線專家 還要由基層援警來代表參加 真正能夠反映出第一線真正用槍的經驗 當下認為有必要時 就儘管用槍的信任跟信心的訊息 同時本次修正也配合 針對草案被勾置兩年 國民黨指控民進黨漠視警察權益 點出警力嚴重不足 民眾黨則批示遲到法案 導致悲劇一再發生 時代力量指出 從嘉義殺警案到臺南殺警案 暴露近身搏鬥請拿術的重要性 但相關訓練時數不符標準 此外援警裝備不足 不只還沒補足電擊槍 警政署到現在仍沒採購防砍衣 到底買了幾件防砍衣 答案是零 一件都沒有 有裝備可以保護 這些殉職的同仁可以預防的時候 我們卻不給他裝備 這樣可以說是制度性造成這樣的悲劇 家屬當然是希望說使用槍械條例 就是放寬是最好 預防這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他不是使用警械的狀況下 他有更好的條件 比如說電擊槍 援警家屬支持放寬用槍時機 是保護援警的最後手段 修法則明定內政部會成立調查小組 釐清援警使用槍械是否合適 而為了讓警員無後顧之誘 也應提供射送輔助及諮商輔導 每股今天是再度下跌 受到每股近期大跌的影響 台股在九月總計下錯了一千六百七十點 為了要穩住台股的信心面 金管會政企局就宣布 十月一號起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 從百分之三十降為百分之二十 融券的保證金乘數從百分之九十 調整為百分之百 提高放空成本來穩定市場信心 美股二十九號慘遭空頭重擊 蘋果股價更大跌近百分之五 英國政府升息卻又推減稅政策 英國的財政次字不斷地推升公債殖利率 美股重挫拖累台股三十號早盤 電子權值股全均覆沒 指數一度跳水大跌兩百六十點 灌破一萬三千三百點 雖然尾盤稍微拉回 但中廠仍下跌一百零九點 收在一萬三千四百二十四點 成交量兩千零七十九億 這個禮拜是大跌了六百九十三點 眼看臺股連連破底 金管會政策局下午召開臨時記者會 宣布十月一號起 調整每日的盤中借券 賣出的委託數量 以及調整融券保證金的陳述 提高放空成本壓制空方企業 美國升息國務戰爭 東國膨脹黃度這種未來 放空力量的影響到市場的信心 美國升息資金不斷撤離 不僅臺股重挫 也衝擊臺灣的實體經濟 對於下半年的景氣市場籠罩的悲觀氛圍 下半年這個變數非常多 審慎來應應 我們要把產業的基本面顧好 至於美國聯準會到年底前還有兩次升息 外界預測還會再升無碼 不過學者認為臺灣央行跟進升息的機率 並不高 學者表示今年國內一升息三次 共兩碼百分之零點五 只要CPI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下 以及下半年的出口 衰退幅度沒有擴大 就不需跟進美國升息 記者黃磊 陳昌偉 台報董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數報》 首先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禁電市的政治風波延燒 陪偉談話 露營黨直指禁電市聲照過關式 總統的旨意 在延黨是追查 府院是否有介入 其實院長蘇貞昌昨天在立院就強調 第三人在外講什麼話 不是總統和院長能控制也不必去查 引發國民黨就抨擊 這是唾面自乾 公然在國會殿堂下指導旗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 廣源小熊MULAS也放超過兩年 日前在台東領館處的自動相機 有拍到他的身影 發現他健康存活 不僅長大 而且身旁還多了一隻黑熊同伴 讓林務局的人員是又驚又感動 那麼最後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十月十三號將入境檢疫放寬為 零加七同步解除淨團令 交通部觀光局在昨天就公告 旅行業辦理入出境團體旅遊操作指引 原本出境的團體旅客需要打滿三劑疫苗 但是昨晚大轉彎拿掉了這項規定 如果在境外確診 是以當地就醫為原則 而且採檢日期七天內應該暫緩搭機 衍生出來的醫療住宿還有機票等費用 都要由旅客來致富 業者就批評外國人確診可以入境 團客染疫卻不能返國 不如隱瞞確診 代價還比較小 持續帶領關心 國內新冠疫情仍然在高原期 昨天是新增了本土確診四萬三千兩百八十例 而且新增了五十例的死亡個案 面對十月十三號就要解封 入境團客零加七免居隔 但首日需要快篩 而外出是要有兩日內的陰性結果 指揮中心就強調沒有要求 林隊導遊協助檢查 都是旅客自主檢查 十月十三起實施入境檢疫零加七的措施 同時取消禁團令 指示團客入境後的防疫規範 該如何遵守 交通部觀光局正式公告 相關的指引 旅行團團員入境首日需快篩 外出須有兩天內的快篩陰性 外出全程佩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 也不與國人同桌共餐 同住名單全程不更換 專車也要勤清潔 就在入境檢疫措施零加七將上路的同時 各界也關心國內確診者七加七檢疫規定 前期或後期自主健康管理是否有望調整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後期天原本是不可以聚餐聚會等活動 但本週的專家會議討論有必要調整 最快下週會公佈並施行 而國內三十號新增本土確診四萬三千兩百八十例 比上週五同日上升百分之八點八也新增五十例死亡的個案 指揮中心表示疫情仍在高峰期還沒有降下來 另外通報一百四十九例新冠中重症的個案 其中有一例兒童重症是兩歲女童 Miss C 目前國內兒童重症累積兩百三十四例 記者為了張國良特報道 國境即將開放 實施九百多天的禁團令也將同步解除 秋季旅展在昨天登場 旅遊業者就表示旅展前已經接獲上百張訂單 以日韓的行程成長最多 但也坦言受到通膨以及航班尚未全開的影響 團費的價格是比二零一九年疫情前還要貴了一到兩成 華航皮卡丘彩繪機上午十一點從桃園機場出發 背往日本宮古島沖繩上空 不停靠再返台 國境解封前一日公益為旅行 八十席的限量座位一開賣九分鐘就賣光 終於等到疫情解封悶了九百多天的旅行社 為了搶疫後旅遊商機 也推出不少總有優惠價 不過旅遊業者坦言受疫情影響 目前航班沒有全開 再加上通膨團費比二零一九年疫情爆發前 貴了一到兩成不等 過往國人出國以日本最受歡迎 其次是中國 香港 韓國 越南等 不過這次禁團令解除 並不包含中國港澳地區 禁團令將解除 但旅遊業者坦言尚未收到出國防疫指引 不過日本 韓國都有規定 團客入境虛保當地的防疫險 尤其日本的團費 就含了一千塊的防疫險費用 保額一千萬日元 可支付當地的隔離治療費用 記者 今年網路購物是大幅的成長 一百一十年的金額是已經達到四千三百零三億元 也因此產生五點七萬公噸的包裝廢棄物 環保署打算預告 限制使用網購包裝的相關草案 除了禁用PVC材質 資本額達到1.5億元的業者 要達成包材減重 以及提高循環箱使用等規定 什麼都能買 什麼都不奇怪 民眾從網路購買五花八門商品 卻製造大量紙箱 塑膠包材等廢棄物 環保署指出 網購銷售額到一百一十年 已經達到四千三百零三億元 比一百零六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 但使用二點二億個包裝 產生五點七萬噸包裝廢棄物 因此決定預告相關限制使用草案 對資本額越高的業者規範越嚴 對網購平台的業者其實也能夠節省包材 那對消費者而言也不用去處理這些垃圾 那對環境也是減少負擔 草案內容針對網購包材 禁用PVC材質 紙類以原色優先九十趴以上回收紙 塑膠的再生料參配要大於百分之二十五 針對資本額五千萬以上的業者 要求一公斤以下商品 包裝重量不能大於四百公克 而資本額1.5億的業者規定包材要逐年減重 循環箱使用逐年提高 有環保團體認為循環箱首年規範使用率 大於兩趴實在太低 業者認為需循序漸進 因為政策也仰賴民眾配合才能推動 環保署表示網購包裝 減量指引還有二點零版 將進一步規範印刷油墨面積 與膠帶使用等等 希望到一百一十九年可讓包裝 採減重率達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減半的目標 記者有沒有蔣榮祥 台北報導 絕機五十二年的台灣 特有珍稀蕨類植物 伊藤市原始觀音作連 今年是成功的富裕 專家以拖業無性繁殖的方式 富裕二十多株小苗 成功率達到九成 手中捧著小盆栽 南投魚池大燕村村長 細心維護 這是已經絕機五十二年的 台灣特有珍稀蕨類植物 伊藤市原始觀音作連 他們與當地社大 以及南投領館處合作 透過拖業無性繁殖方式 成功賦育二十多株小苗 林務局表示 伊藤市原始觀音作連 一九七零年 從魚池鄉連華池採集 發表後絕機 屬於極珍稀平為植物 因為蕨類多以包子繁殖 但伊藤市原始觀音作連的繁殖力薄弱所致 沒想到今年三月大燕村自主田野調查 意外發現村落內有三十二株 於是在專家指導下啟動複育工程 希望達到穩定的族群數量 南投領館處強調 初期先以富裕 和保種為第一優先工作 並透過大燕村民自發性的尋守 避免被偷竊 未來這些珍貴的蕨類族群 有機會成為當地社區的特色 打造一個天然的生態教訓 記者網民鳳龍濤 南投報導 接下來讓我們寫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 預報資料 電視頻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我們明天同學人再會